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油画 然后就是在可能在大二大三的时候 我就开始尝试用就是video 然后来作为我的一个主要的媒介 所以说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不是一个就是很大的转变 因为我在上学之前 我一直想从事的工作室 就是电视或者电影的导演 然后进入到油画戏 刚好有这么一些课程 我就尝试到用这个媒介 我的作品里所有的素材 就是都是我自己拍摄的 但是它的内容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于新闻 或者来源于一些就是网络的一些论坛什么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可能就是我自己 然后对某个场景的一个记忆 因为我的我的创造方法是 我会把我看到的一些现象 然后用那个就是大佬然后记录下来 但是我不会用辅助的什么就是拍照啊 或者是录像啊 然后把那些我看到的场景记下来 然后我会用大佬记下来 然后再隔一段时间 我会就是再用那个笔 凭记忆把它然后重新画出来 然后这样就是可能比较主观一些 我觉得本土可能是在我的就是创作的思考中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元素 因为我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 它都是跟我的生活 然后跟我居住的地方 跟我学习或者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生活的环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 说电视成了我就是一个可以看到就是其他世界的一个就是一个窗口 所以说那个电视就成了我成长的一个就是一个背景 它永远都在开着 然后永远都在放 然后有很多重复的东西 所以说我的作品里边有很多就是像肥皂剧一样的桥段 或者是技术类的东西 那都是我从里边学到的东西 就是我那个作品 一个作品叫一个人物与区断素材 那个作品其实它是两部分组成的 有一个是一个很线性的就声音的故事 它是一个已经去世的女生 然后在对她生前的回顾 然后这个故事来自于就是香港很著名的一个歌手梅艳芳 然后她是因为患了癌症 然后所以说她在她生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上 她穿上了婚纱 然后她就跟她的歌迷讲述 她对就感情对她婚姻的一些看法 因为她直到死的那一刻她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达成她的心愿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故事办到了一个 就是伊朗的女孩的身上 然后我也让那个伊朗女孩 扮演了一个刚表演完成的一个歌手 然后也穿着婚纱 然后在那个汽车里跟她的司机对话 所以我希望在这两种不同的国家 就不同的背景文化下面 然后就是用一个相同的故事 因为其实在香港是一个就是很自由的社会 但是在伊朗其实他们有很多限制 特别是对女性 她们是女性是不能公开演出 不能公开唱歌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冲突 然后我把它放到一起 但是用同一个故事 然后让不同的人来演绎 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感谢观看